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的頻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 海外碩士畢業後 如何在當地找到第一份工作呢? 我們今天列出了五大要點 來跟大家一一說明 希望可以幫助你釐清方向 讓你找工作更有效率 第一點就是 釐清自己首相所擁有的資源 規劃好時程 舉例來說 像是你的 充款什麼時候用完 你的學生居留證 幾位幾號到期 又或者是 你什麼時候要開始 還你的學生貸款呢? 以上這件事情都非常的實際 但是如果你把時程都一一列出來 掌握清楚 你就會清楚的知道 你最晚必須要在幾年幾月 之前找到正職工作 每個人來念碩士的資源是不一樣的 所以如果當你今天是有一些 經濟上的壓力的時候 你更需要好好的列出時程 來去規劃 你接下來要怎麼樣去工作 去還貸款 因為畢竟你是中斷職業的狀況 這一年是沒有收入的 那你要如何讓往後的收入 可以去cover這個一年的沒有收入的學習狀況 才不會到之後 會讓自己非常的緊張 然後壓力非常大 再一個 你沒有辦法做出選擇的情況下 做出一些你其實不想要的選擇 因為我聽到很多例子 就是他可能就沒有那麼早開始思考 然後沒有那麼早開始Tag Usher 所以要到最後呢 就不得不先搬回台灣 然後再看下一步要怎麼樣 就會覺得比較可惜 所以在列下了時程之後的第二步就是 定下找工作的策略與方向 以我自己的例子來說呢 我一開始的想法 就是有沒有公司需要會說中文的人才 用這個方向去找工作 那找了一陣子之後呢 就發現這樣子的公司 大多還是中國公司 或是台商 他們的薪水條件呢 就是都沒有比外商來的好 那如果是外商呢 他們也不太需要會說中文的人才 因為他們的規模都大到 他們在亞洲已經有成立辦事處 所以並不需要在歐洲 再擺一個會說中文的人 於是我就想說 自己究竟還有什麼資源呢 然後就想到我之前有過日商的經驗 然後或許也可以找找在歐洲當地的日商 然後跌離之後呢 發現他們都對簽證有很大的要求 大多希望你自帶簽證 沒有sponsor簽證 然後我為此也有找到杜塞道夫去 杜塞道夫在德國 跟荷蘭的邊境 杜塞道夫呢 是全歐洲最大的日商聚集城市 本來想說會有更多機會嘛 一樣是簽證 然後二來是 他們甚至領可聘日文墨譽人士 因為那邊其實有非常多的日本人 所以他們不需要聘一個其他國家的人 只是會說日文而已 然後於是我就發現 自己過去累積的職場經驗 好像在這裡沒有發揮太大的作用 所以最後呢 還是把目標鎖定在外商 歐美的國際公司 這樣子的話呢 競爭對手就會是整個歐盟人士 那你就必須要在你的CV 跟你的面試上 花更多時間去做準備 去向他們證明 你是個國際人才 那我當時的策略就是 因為我其實在台灣沒有那麼多的工作經驗 沒有特別去針對我會的語言去做考量 因為我可能就覺得我只能用英文在這邊找工作 所以那時候就也是鎖定跨國公司 最大的一個原因就還是因為我們住在荷蘭 所以很多荷蘭的在地公司 他的職確都是寫荷蘭文 他當然是預期你看得懂荷蘭文 在會講英文的狀況下 而不是你只會講英文 所以其實選擇當然相對是有限 但你就會很明確的知道 你的策略跟方向在哪裡了 小米焦慮的一個很大的方法就是 你知道你有什麼 你能夠去追求什麼 那就不會去看一些你沒有的東西了 就是你只能抓著自己有的 然後去看你可以應徵什麼樣的工作 第三個要提的是如何增加自己的面試機會呢 第一個是補強自己不足的地方 敞開心胸的去參加各種質疑相關活動 像是workshop 或是網路上其實有非常多online workshop可以報名 那來參與的人呢 通常都是你不認識的人 可是如果你可以很open minded 跟這些陌生人交流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情報 如果你今天已經知道瓶頸 你可能找工作找的不是很順 你可能討我十個四個都沒有回憶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哪裡有問題的話 那你只能一直去reach out這些陌生人 那第二個就是lindin 要好好經營自己的lindin 因為在海外就是 它是一個很像你的線上名片的感覺 那我們之前也拍了三支影片 經營自己在lindin上的履歷啊 然後怎麼去reach out不認識的人等等 我們都有詳細的說明 然後你的cv呢也非常的重要 cv跟jd的吻合度一定要高 hr才會容易看到你 那cv要怎麼樣寫呢 之前也有拍過兩支影片 都把連結放在下方資訊欄 歡迎去做參考哦 第四個就是如果有自己很有興趣 很有熱情的產業跟工作 那當然非常好 但有時候你必須考量到現實的狀況 就像我們前面提到的時間上的限制 跟你能找的產業跟公司上的限制 所以有時候你必須把自己的防守範圍放寬一點 去增加自己的面試的機會去多多練習 這樣也會幫助你更靠近 你自己想要去的產業跟公司 我覺得這四點循序漸進了 就是假如說一樣你的daylight是10月 那如果你2月或是你3月就開始投的話 就你可能可以在5月的時候就發現 自己有哪些瓶頸 然後去修正 就像原本你一心一意想要進fmcg產業 這個產業的每個品牌公司你都去投 可是你都沒有收到任何的面試邀約 那你明明就知道你的daylight是10月前 你一定要找到正職 但是已經5月1月了怎麼辦 所以其實那時候就是一個停損點 你必須要思考 你是不是要把產業放寬 甚至你是不是要把你的position也放寬 原本你可能就是只想做supply chain相關 但是你可能就是找不到 那你是不是比較general的一些administration的行政工作 你也必須得去試試看 那我會覺得這時候可以做個心態調整 就不要覺得說自己是被迫無奈 因為自己不夠好我才去投 其實有時候你先進去了 那如果你今天是進去很國際公司的話 機會還是非常多的 就不要覺得這是世界末日這樣 關於就是海外碩士畢業後找當地工作 就是一律還是非常強烈建議要做實習 不管是學校今天有沒有配合 還是你要自己想辦法去找到實習 一定都是有意無害的 就是我發現大家好像會有一個刻板影像 或者是盲點 好像覺得自己之前做過正職經驗 然後念碩士去找實習 有一種downgrade的感覺 可是你之前並沒有真的在海外工作經驗的話 這份實習就是你在海外工作的經驗 它是一個很好可以說服對方 為什麼你不會有文化差異 為什麼你可以進去馬上就上手 你可以把這個實習經驗講得很compiling 所以我覺得無論如何就是實習經驗 是一個很好的工作經驗 但是大家可能就會問說 那一年的碩士時間這麼短 我又要修課 我又要寫論文國 還要找實習 那我要怎麼樣在一年內 把這全部的事情都做好做滿 那我覺得一定就會有取捨 就會想你到底是為了什麼而來到這裡 那如果你今天的論文 你拿到80分、70分、60分 對你來說 你的人生有差嗎? 如果你覺得有差 那你就必須花更多的心理去達到80分 如果今天這是你想要的 如果你沒有別的壓力的時候 你當然可以把這件事情做到最好 可是當你今天有時間上的壓力 你留下來在當地國家生活工作的話 那你是不是還是得往後看 那你這個寫論文的比重 當然就會要降下來 你必須把時間拿去找實習 甚至是全職的去實習 去了解這個國家這個產業 你到底願不願意繼續留在這邊工作 時間點是重疊的 可是你要如何去取捨 這就是很重要的事情 而且就可能看你現在的國家的文化 也會有很大的影響 因為我們兩個是在荷蘭留學 那荷蘭的職場 對於你的成績 真的沒有這麼大的在乎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在英美 他們可能就會很細看你的成績單 就是他們比較會用成績 作為一個頻段 可是凡事都有例外 因為我們也有荷蘭同學 之後在英國找工作 也沒有聽到他說 他有問太多碩士論文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是 可能你必須要做點功課 就你想去的公司 他們究竟有沒有要看你的成績單 因為總部員我們現在跟你說 像我們兩個當初 就沒有在碩士放這麼多心思 我們就是很全力在衝刺 要找到的陣子 那我們碩士就是求幾個就好 就是在荷蘭的經驗 面試經驗讓我們知道 他們都不在乎我們碩士論文成績 他們會聊 他們會關心你碩士寫什麼 然後也會很想知道你碩士 為什麼想寫這個作為你的畢業論文 但是他們並沒有要用我們的 畢業成績去評斷我們的能力 那前面講到就是說 多做點功課 是指說多面試看看嗎 多面試或是多跟你的學長姐聊天 因為畢竟你的學長姐比你早 踏出職場 他們懂的就是比你多 所以就一樣就是敞開心胸去跟大家reach out 然後把你想找工作這件事讓全世界知道 而不是自己一直埋頭苦肝自己狂頭 然後就自己在跟自己奮戰的感覺 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心態上的改變 對於我來說 因為我剛開始 碩士期間要找實習找工作的時候 也是有一點沒有那麼展開心胸的想跟同學們討論 有時候你不知道那個原因是什麼 你就只是過不去 可是其實後來發現 討論起來真的是有意無害 真的會獲得很多情報跟幫助耶 因為那個是你事先在那個對話之前你想想不到的 因為有時候你可能會覺得我們都是碩士班同學 我們都在同一個起跑店 聊了又可以怎麼樣 然後你可能就會覺得好累喔 我不如把聊天時間省起來回房間去改CV好了 可是往往就是在你聊天的過程 就發現其實同學有超多情報 或是同學可能今天參加什麼workshop 那就跟你分享啦 那雖然你沒去 那你也就知道一些新的內容 既然都已經花了時間跟精力來念一個海外碩士 那如果你也是非常想留在黨地 你一定會有很多的焦慮 因為就像我們前面說的 你有時間壓力 你有居留壓力 你有金錢壓力 而且更何況是 你當下是有學業跟論文壓力的狀況之下 你要如何跟他共存 然後繼續往前進 而不是只是把這一年都拿來讀書這件事情 除非你真的就是完整的讀完書 然後你可能有別的規劃 那當然就是你可能就沒有這以上的壓力 對我們來說一年多前就是有這麼多壓力 同時在進行 我們會覺得說在焦慮中 你一定要去行動 因為如果你不去行動的話 你就只會更焦慮 對啊 一直強調就是 如果你在念碩士之前 你就已經決定 你畢業後是想留在當地工作的 那你其實就會很明確知道 這些小考大考這些報告 都只是這個過程中的一戰 那你只要不要把它搞砸 影響到你能不能畢業 這樣就好了 因為你的最終目的是 你要在當地找到工作 就是你要把比較多的心思跟時間 放在找工作身上 即便你的內心一定會有一塊聲音跟你講 可是我考試還沒準備好 但是你就要很正視自己 到底你是現在要把考試衝到90分鐘要 還是你現在要去研究怎麼寫CV重要 所以在面臨一堆事情的時候 還好優先順序會更重要 這個就跟之後進公司有很大的關係 對其實大家的時間都是有限的 那當公司今天一有規模上的擴展 或是一些新的業務等等 你一定會面臨到時間不夠用 事情很多全部疊在一起 那你要怎麼樣去獲得平衡 怎麼樣去排優先順序 這也是從學生到職場上 一個很重要的能力 好像會覺得歐洲荷蘭這邊的人 做事看起來好像比較輕鬆 可是那個輕鬆並不是因為 他們有比較少的工作 而是因為他們很會排排而體 他們這個是一直可能從小到大都被訓練 他們可以同時做很多事 可是他們沒有辦法知道 眼前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把那個做好其他都可以明天再說 但是我們以前可能就一直覺得 學業不能放 沒有一件事是可以被取捨的 我全部都要做好 那其實那個就會給自己很大的壓力 而且那個是久了之後你的心會很累 然後你又在國外 我覺得會不太健康 這個排Priority的這件事 跟我們從小到大被教育的 是有點違背的 就是比起以前我們各科都要兼顧好 到現在你只挑你最重視的事情做 那你必須就要接受你在某些地方 會表現的沒有那麼好 必須要讓就是Let it go 因為你的目標很明確 就這個過程是會讓你更成長的 那也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在找工作途中遇到的困難與挑戰 我們會針對你的留言內容 拍更多支影片 跟大家分享我們當初是怎麼克服走過來的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